这是湖北荆州2007年11月 发掘谢家桥一号古墓的录像资料 当时荆州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 我们看到考古队在发掘到第六天的时候 已经经历出主观外围的许多文物 专家判定这是一座2000年前的墓葬 不过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 这座棺墓的主人是谁 主观中是否还保存着墓主人的尸体 也就是古尸 目前完整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古尸 在世界上也没有起居 况且每具古尸的出土 都会带来一系列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看着主观外围色彩艳丽的丝绸之物 专家推断存在古尸的可能性很大 当发掘到了第七天 也就是大家期待着揭开这个谜题的时候 现场采访的京州电视台记者李哲发现 墓穴的主观上有些不同寻常 大家从我们这个全景机可以看到 这个观照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这个白色的东西 刚才通过我们这个非常近距离地看的话 您看最北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像是一个头一样的 就中间一个像深层 你看两旁还有一个 两旁还有胳膊这样的 这样一种形状 这个我感觉非常特别 刚才我也请教了一下这个旁边的考古人员 他们说有可能我们这个墓穴跟以往的墓葬不太一样 当时正在演播室参与转播的专家嘉宾 也看到了这个人情图案 这些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 面对眼前这个奇怪的场面也是疑惑不及 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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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可能是什么呢 第一次看到 有可能是像是不是有什么 下面有什么花呀或者是什么 像薄画呀 像薄画之类的东西 这个但是薄画这么大我想 这个真的是感觉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啊 图案显现是在最后一层观照上 观照揭开之后就是一层关联 韦席移开后图案就消失了 回放资料时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 主观上的图案 真好像是一个身穿铠甲的武士 有头 有身体 还有两只胳膊 这个图案到底会是什么呢 当时人们更关心的是 观中的古诗 这件事就被放在一边 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七天 专家们决定 把这个墓葬的内关 从野外运回到博物馆 为了把对古关的损害捡到最小 整个荆州都在配合着考古队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内关搬了回来 七天来 人们期待已久的古诗就要揭晓了 见证伟大考古发现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但是开关后所看到的 却不是人们所期望的 观中没有完整的古诗 墓主人遗体已腐烂 这个墓主人的尸体是属于尸尸 而腐烂的原因就由于水泡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它尸体腐烂了 没有古诗 这时人们开始回想起 主观外那个若隐若现的人形图案 是否这中间有什么联系 随后在互联网上搜索 卸家桥 古墓 人形石 会发现一些相关报道 这时网上出现了一个很生僻的词 就是透诗 那么什么叫做透诗呢 这座教堂坐落在意大利的都灵石 它之所以文明 是因为它储藏着一件极品生物 教堂里有一块果实布 据说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 被放下了以后 就是这块棉马布包裹了圣主的身体 现在这块布上留下了一个 逼真的人物图案 近几百年来 有人相信 有人质疑 并用许多方法来鉴别它的真伪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定论 人们说出现在这块果实布上 清晰的人形图案就是透诗 曾参与发掘谢家桥一毫木的考古队的专家们 否认有什么透视现象 他们认为出现在一毫木的主棺盖上的白色人形图案 是覆盖在棺盖上的丝绸 发生了霉般所留下的痕迹 至于为什么是个有胳膊有腿的人形图案 那是偶然的巧合 既不是绘画 更不是透视 但是当时演播室的主持人李扬 在七天的时间内一直主持着直播 他并不认同专家关于没般巧合的解释 可能是株莲 尽管专家给出了一个结论 说这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巧合 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 包括我自己在内 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巧合 为什么就那么像一个人 我们现在回溯一下 这座大墓被发现的经过 这座横跨小河的桥就叫谢家桥 2007年11月 一个施工队在桥旁不远处施工取土的时候 发现了在深土层中 出现了这种掺杂着灰高的树土 当地人知道 这种灰高泥的出现 预示着土下很可能没有墓葬 果不其然 当人们挖开灰高泥土以后 一座大型的木质棺固 出现在人们眼前 得知这一情况以后 荆州考古队立即借助 这样的大墓的话 我参加过比较多 但是这么多年 在荆州的发掘来看的话 这样保存完好 国民比较大的墓葬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杨开勇非常兴奋地 投入到这次发掘之中 他希望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尽管当时对墓主人的身份 还无从判断 但是大家都知道 荆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几千年前 这方圆几十里 是创造了璀璨 楚国文化的中心和渊源 楚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 曾经一度是 华夏最强大的诸侯国 荆州古城应该 它这个城年代比较早 从战国起雄 楚国就开始建都 两千多年 而且荆州这几年 出土东西也是比较重要 比如那个雄家嘴 冯河山的发掘 在那个 这几年在全国 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激南城是楚国的皇城 古荆州也是商业和政治中心 上千年的历史 是附近的土岗上 藏藏叠叠 埋葬着大量古墓 家喻户晓的出国人物 像吴子虚 楚庄王 虚元 还有信和石碧的变和等 都与这块土地密切相关 所以荆州的考古 稍有风吹草动 就引起重任的关注 还有一个原因 更是谢家乔成为焦点 那就是如果墓中 还有两千年前的古诗 那么这次就是一次 非常重大的发现 1975年 在荆州本地凤凰山 发掘的168号汉墓 曾出土了一群古诗 这具男诗出土诗 器官保存完好 特别是皮肤还有弹性 他从一个侧面给后人展示了 两千年前的人类活动 研究价值非常值得 当时引起了十几年的关注 荆州出土这句的话 是夏藏年公元前167年 谢家乔一二汉墓的夏藏年代 是公元前184年 相隔17年 就是谢家乔一二汉墓 比168汉墓还早 早下葬17年 有来168号汉墓 发现古诗的经历 考古人员有理由相信 现在这个谢家乔一号墓 很可能又是一次千载难逢的 考古发现 当看到古墓 棺果整齐完好 丝绸之物色彩鲜艳时 考古人员们兴奋异常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的悬念 就是说它保存这么完好 规模比较大 跟那个168汉墓相比的话 我们就说想可能 就是如果是里面有保存完好的古诗 那么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但是这种兴奋的情绪很快就破灭了 人们把谢家乔与凤凰山墓进行了比较 下葬在同一个年代 保护技术应该相差无几 又是埋葬在相似的地点 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 为什么一个毫发未损 一个尸身腐烂 主观外面的丝绸保存得挺好 但是主观里面 完全就是因为有水 有水浸泡 而且就是说这个水的话 不是这是一般的国里面的水 就是剩下的地下水 不像168汉墓那样 整个尸体 整个尸体 它是浸泡在那种 酱红色的流化管液体里面 这种液体是专门做的 当时古人专门做的一种 防腐的一种液体 虽然时间和地点 凤凰山和谢家乔 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但是专家们也知道 影响到股湿保存下来的因素 有很多 他们看到 完整的股湿 既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 最主要的 还是遗体入葬时 尸身本身的状况 我们推测是不是 一个就是木准下山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 那个遗体有所腐坏 另外的话 这个防腐技术 是不是没弄得太好 另外还跟那个 埋藏环境有关 谢二乔伊尔汉墓 它埋藏不深 而且青灰泥也很浅 也没有经过特殊的 那个防腐处理 然后可能 下山的时候 遗体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那么 这种因素 导致谢二乔伊尔汉墓的 墓主人 这个遗体 没有保存下来 专家在探寻 这具遗体 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是 许多人联想到 开关之前的 那个人形图案 它是否与古师 没有保存下来 有什么关系 主观外 那个若隐若现的人形图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证明这些 就要确定 墓中到底埋葬的是什么人 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平民还是贵族 特别是 是否适合 身穿铠甲征战的勇士 考古人员 开始从确定 墓主人的身份入手 从这些陪葬品中推测 墓主人生活在 社会的什么基层 这些车马用的出现 预示着什么 西州 东州时期 那么它是象征 那个身份地位的一种 一种标志 但是到了汉代的话 就是说 这个车马器 跟那个身份地位呢 也不是很吻合 很严格的 要那样的对照了 这套仪仗车马墓涌 做得异常惊细 有车身和马匹 驾车作用神态凝重 据说墓中的墓涌 都是墓主人 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 虽然到了汉朝 随造马车 已经是一种文化 但是也能说明 墓主人身份不凡 它虽然是一种名气 但是它是墓主人生前 生活的一种反应 那么他就是说 这个还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比较还是属于贵族类的 墓主人的身份不低 这些器物也佐证着 专家们的这个推断 但是墓主人具体是个什么人呢 我们看到考古专家 正在处理的一个奇特物品 杨开勇告诉我们 这个器物叫墓萨 出土时挂在主观的外部 这个样式的文物非常罕见 它是代表一种辟邪 即将如意 一种祈福这样的一种思想 是当时一种独特的三藏文化 墓萨是由木材雕刻而成 它的中间主体 是由两个日币造型的圆环组成 两侧是两个胶尾 并背向的土蛇长龙 考古技术人员 正在对它按一比一的比例 进行临摹 我们发现 这个木萨上 有丰富的彩绘花纹 这些花纹经历了两千年之后 依然清晰可变 只是看到 这个木萨顶部的 这个动物头的造型 有点奇怪 那么这两个龙头顶部 那么就顶着一个瘦头 这个瘦头是有脑门星 有鸡脚 凸出一个鸡脚 两侧有尖额 而且是瞪目 然后阔鼻 雪盆大口 但是很奇特就是 它的耳朵两边 伸出两个羽毛 羽毛就是这种翅膀 目前不能确定 它是什么样的动物 又是一个未解之谜 谢家乔一号木 除了这个木萨 还有一些奇特的物品 面对这些美轮美奂的文物 我们感到破解秘因 渺茫无望 但是荆州的学者们 看到这些 却是兴奋不已 墨造里面出土的一些信仰品 可以说 它很生动地反映了触摸 它是重画的一个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活生生的一个重画 所以能够看见到的 重画的以实证实诺 这个价值 就大大的高于 违线资料了 但是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无法解释 那个人形图案 古书曾记载着 处人性鬼神号巫术 莫非古墓上的密影 是某种仪式的结果 为了查找线索 我们要求近距离地 看一看168号汉墓中的古诗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我们站到了2000年前 但是还是一无所获 解密谢家桥人形图案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证明墓主人是谁 当初人们在打开大墓的时候 曾有一个布包 在后期整理文物的时候 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之谜迎刃而建 布包中的墓简和墓图 记载着墓主人的身世和埋葬的情况 这种东西被称为告地书 我们通俗一点讲的话 这个告地书就是带着一份完整的一个 就相当于一个证件 或者是一个介绍性 到另一个世界去 去报道时候用的 京州博物馆馆长王明钦解读了这份告地书 告地书主要是记载了墓主人下葬的时间 和墓中陪葬物品的名称建树 王明钦说 告地书记载着墓主人是一个年老的女性 名字叫慧 是她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安葬了她 她的四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还是有一点觉慰 都是当点官 然后有媳妇 有几个媳妇 她还有一个姑娘 一个女儿也是 这个都是在竹简上都记载了 而且都有 我说应该是在我们出土的木涌上面 有这样的反应 谢家乔一号墓 确实出土了不少木涌 专家说 汉代人认为 人死只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把与他们生活有关的事物 都带进坟墓 这些木涌应该是些 与墓主人密切相关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木涌形态不一 一共有38个木涌 形态各一 大小各一 那么我们想通过研究 对照一下哪些木涌 是他所提到的 一个个地把木涌 跟竹简上的对照 他的名字 他的性别 这些都可以对照出来 另外的话 他的身份 不同的身份等级 与木涌的关系 这些我们也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重要的告地书和殉葬品墓涌中 都没有出现墓主人丈夫的影子 这个叫慧的妇女 她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她可是有个不小的家庭 从这个墓里的出土的竹简和竹简来看 墓主人是武大夫之墓慧 是汉高祖时期的一个女贵族 出土的竹简上并没有记载墓主人丈夫的信息 我们再次联想到主观上的人形图案 这个影像会不会和墓主人慧的丈夫有关系 秦汉时期 他那个夫妻如果是合葬物的话 他就说一般都是挨得比较近 距离不远 那方向大小 这些都可能是都差不多 都相近 专家说 当时有种风俗是夫妻同墓 而不同学 就是说附近应该还有一个关锅 但是谢家桥一好墓只是一个 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庭没有丈夫 而这位母亲会的关外 却有一个酷似男人的图案 而且好像是身着铠甲 西汉初年 是在秦汉明大气建起来的 根据他的儿子 四个都有绝号 五大夫两个大夫还有一个不根 所以我估计这位夫妇的丈夫 也很可能在炸弹中牺牲 但是 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四个儿子 都有军工的绝号 如果试试真如专家的推论 当这个老年女子在下葬时 丈夫早已战死 而且是死卧疆场 当妻子去试试 是否有种方法 既符合合葬墓的风俗 又可以怀念她那个征战的丈夫 当时是不是儿女们 在棺果上画了一幅画 一幅她丈夫的画像 我们要求看看出土的那幅棺板 想验证一下这个推论 但到库房查看时 却发现 棺板上已经没有任何图案了 有那个有一件小棉袄 还有一件死纸帆 它们整个正好是折叠放置的 那么这些死纸 都有一定的那个黴菌 那么正好在这一块位置 包括这一块位置的话 就有一些那个黴的比较严重 就是黴的发白 那么整个这种外形上一看的话 就可能就是有一个 就是类似一个人形的形状在那儿 其实这是那个四肢肤的黴半造成的 我们的调查到此结束 虽然还有一些意义 但是这个解释 现在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川 plats 觉得影响 有床 那리数人